布拉特 一个拥有足球梦想的瑞士人 他年轻时在一家三流俱乐部做过业余球员 但布拉特却是一个超一流的外交人才 精通德语 华裔 意大利 西班牙语 英语等多国语言 1998年 62岁的布拉特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国际足联主席 从此 世界足坛正式迈入布拉特时代 布拉特大力推动足球的商业化 使世界飞成为和奥运会F1齐名的世界三大体育赛事 国际足联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南非世界飞时 仅电视转播权的全球销售 就为国际足联创造了32亿美元的收入 除了成功的商业运作 布拉特还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号召力 能够五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就可见一斑 这次国际足联主席的竞选 在还没有进入正式竞选阶段的时候 就被称为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竞选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布拉特连任 没有任何悬念 为什么呢 首先是由他的竞争对手决定的 他的竞争对手一开始有三个 就是普特亚的著名球星菲格 当时荷兰的足协主席范普拉格 再有一位呢 就是他最后进入到国际足联竞选的 他的唯一的对手 约旦的哈利王子 这三个人呢 范普拉格是今年一月份宣布 要竞选国际足联主席 那么他在经过各个地方调查拉票 他最后发现呢 自己根本就搬不倒布拉特 范普拉格发现自己根本改变不了这样的现状 而且他也知道这些人一定会从布拉特一票 所以范普拉格在今年5月20号时候宣布 5月20号退出竞选 转而呢 支持约旦的哈利王子 菲格和范普拉格决定退出竞选 支持这个哈利王子 但是最后我们也看了 他们的支持也没起到作用 因为这个国际足联呢 竞选的规则是这么规定的 第一轮如果你要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 那你就胜了 如果第一轮没有人有这么大优势 那么进入第二轮之后呢 你只要获得简单多数就可以 就是两个人选 总共是209个成员国 你要按一半算 一半以上就是105张选票 就有105成员国选你 那你就赢了 而布拉特的选票的基础太坚实了 就整个世界的这个六大联合会 六个这个族联 六族联是哪个的 咱们很多朋友都能知道 你像这个亚族联 非洲族联 欧洲族联 大洋洲族联 南美族联 和中北美极加勒比海地区族联 这是六大族联 六大族联里头 欧族联一直的基本立场是反布拉特的 可是剩下的五大族联 基本都是支持布拉特 只有欧洲和布拉特一直顶着 结果竞选过程当中 布拉特一直是稳操胜券 人家早就 这方面布局不好了 所以经过两轮的竞选 到了第二轮的时候 他的唯一的竞争对手 约旦的王子 阿里王子 退出这个竞选 布拉特是高票当选了 新任的国际组联主席